这詹姆斯戴黑色面具打球吗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詹姆斯上次戴黑色面具打球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一三到一四赛季 那时的詹姆斯还是热火的头号球星 在一场对阵雷霆的比赛中 詹姆斯不申被一把卡打到了鼻梁 随后鲜血直流 赛后詹姆斯被诊断为鼻梁骨折 归此还缺席了几场比赛 而付出后的詹姆斯戴上了一副黑色弹线为面具 加上黑色发带和黑色球衣的衬托 显得十分把气 那场比赛詹姆斯十九投十三中 高小砍下三十一分 率领热火大圣尼克斯 当天晚上詹姆斯就收到了联盟发来的邮件 建议他更换为透明面罩 给出的理由是 配戴透明面罩可以让对手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 从而做出相应的防守判断 言外之意就是 你需要更换你的面罩 以便对手防住你 这样无厘头的理由让詹姆斯简直哭笑不得 说得好像戴透明面罩就能防住他一样 后来詹姆斯接受了联盟的强制性建议 放弃黑色面罩换上了透明面罩 并在三天后对阵山茂的比赛中 狠狠打领了让他更换面罩的联盟人员 那场比赛詹姆斯疏离全开 打得山茂毫无防守之力 全场33投22中 3分10投8中 单场狂轰61分 一局创下职业生涯最高得分纪录 从那之后 面具真就成了球迷用来评价詹姆斯战斗水平的一个标准 而事实上 禁止球员佩戴黑色面具的规定从未被写进联盟的章程 他自始至终只是一封惊醒发给詹姆斯一个人的建议邮件